Hello大家好,我是程序员于皮 大家现在看到的项目是我最新全程直播 带大家开发出来的于达达AI智能应用答题平台 今天这个视频我会带大家用无服务器的方式 来部署上线这个项目,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访问 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在主页看到很多的答题应用 比如说我们点击mbti性质测试 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在平台上创建自己的答题应用 我们支持得分类测评类的应用 并且支持通过算法或者AI来给出这个回答的评价 创建完应用后你可以去设置题目 这里我们支持手动添加题目设置选项 也支持通过AI一键快速生成题目提高效率 设置完题目后你还可以设置评分规则 比如对于mbti性质测试类的应用 它对应了16种结果 应用创建完成后管理员可以审核应用 当应用审核通过之后 其他的用户就可以在平台上去使用你的应用进行答题测试 那比如说这个小黑字测试 我们点开始答题 然后这里我就随便创建了几道题目 比如说你练习时长两年半 然后你很喜欢鸡之类的 然后点击查看结果就能够根据我们预设的算法 给出一个测评的结果 那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我就不多介绍了 好那下面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项目 通过无服务器的方式部署上线 那这个项目呢 我把它分为了开源版本和扩展版本 开源版本大家都可以在我的getup中获取 那编程导航的同学可以去学习这个扩展版本 扩展版本就是补充了更多的功能 并且后端增加了一些主流的技术 像分布施锁啊 分路分表啊 密等设计啊 然后sse等等等等 那有了原版后 我们在部署项目前先要明确一下部署的方案 那对于这个项目呢 前端我会使用一个主流的前端部署平台 叫Warsel来进行部署 那后端的话我会使用 我们国内的微信云托软平台 用容器的方式进行部署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个平台啊 像Warsel的话 它是可以免费让你部署前端的项目 它可以自动的读取getup的仓库的项目 自动帮你安装依赖 执行打包购件等等 并且呢 当你的项目部署到Warsel平台后 它还会自动帮你生成 https可访问的域名啊 也不用自己找域名了 而且还支持什么监控统计啊 代码变灯的时候自动部署啊 快速回滚啊 等等等等的操作 那微信托软也是一样的 然后微信托软 它所有的服务 都是用容器的方式进行部署 你可以自己上传代码 也支持直接读取getup仓库的代码 并且也支持版本的管理 挥度回滚 也能自动给你生传https的默认域名 可供用户来测试和访问 那注意这个平台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 但是它是按量即费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服务 你觉得没有用了 就可以把它停掉 这样的话就不会即费 相比于传统的服务器部署呢 等会也会给大家演示啊 这些平台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 在一个一个登陆服务器 去输入命令 你想要部署多少个节点 都能够很方便的自动扩容 不需要的时候呢 再进行缩容 不需要你精通Linux 然后要自己去 用一些Linux的命令 来操作去看系统的监控负载等等 还是比较适合新手的 当然我们在大公司 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 这种发布项目 部署项目的平台 所以说看完这个教程啊 基本上大公司 发布项目那一套 你也基本上都会掌握了 明确的部署方案后 我们还要对地址 进行一个规划 那我们的前到后端 因为都是用了第三方平台 所以都是使用了 别人为我们生成的域名 那数据库和Redis 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安装的 那注意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 尤其是刚开始 没有上线过 项目的同学会踩的坑 就是说我们前到后端的域名 不一样的时候 将会出现一个跨域问题 那虽然我在后端代码中 已经编写了一个全局的跨域配置 但如果你想要让用户正常登录 还是要解决一个 2K跨域的问题 那这个在本期教程中 也会讲到的 保姆纪教程 那对于我们这个项目 主要用到了 Mysertal Redis数据库 还有对象存储 那还有我们这个项目 用到了AI来生成题目 并且用AI来 针对用户的回答 进行评分 所以我们还需要用到 ChatGLM 质朴AI的一个依赖 那关于Mysertal Redis 还有对象存储的部署 因为之前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 如何使用服务器 配合保产Linux 快速安装Mysertal Redis 部署前楼段项目了 那今天的话 我们不再赘述 然后关于Redis这个依赖 如果大家使用的是 开源版本的代码 其实默认不需要安装Redis 也可以运行 但如果你是使用了 扩展版的代码 因为我们用到了Redis 分布失所 所以必须要安装Redis 或者你也可以注视掉 分布失所和Redis相关的代码 其实在我的这个笔记里 也有提到怎么修改 那第三个呢 就是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 就是用来存图片的 没什么好说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对象存储 开启了防盗链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需要将之后 我们前端网站的域名 添加到对象存储 防盗链白名单中 否则这个图片 就没有办法加载 那最后这个AI相传的依赖呢 大家可以直接登录 这个质朴AI开放平台 这右上方有一个API密钥 点击之后就能获取到了 注意不要泄露给别人哦 OK准备完了前置依赖后 下面我们先进行后端项目的部署 首先下载我们的开源代码 后端项目和前端项目 分为了不同的目录 使用IDR打开后端的项目录 那第一步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数据库的初始化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用IDR这个开发工具啊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配置数据库 可以先在这里创建数据库的远程链接 验证你的数据库能否正常访问 那我现在这里已经配置好了 然后我们打开项目的Circle目录下 有两个Circle脚本文件 全选右键点击执行 然后选择你当中创建好的数据库链接 然后呢就能够自动完成我们项目的键表 运行InitData这个脚本 就是可以初始化一些实例数据 执行完成之后呢 我们应该就能够在IDR里面 看到这些创建出来的库表 那一般我们上线后端项目 和本地开发所用到的数据库配置 Redis配置等等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专门新建一个针对上线的配置文件 并且将数据库 Redis 分布分表的数据库 还有对象存储 还有AI的配置 全部改成自己需要的 大家注意这三行配置非常关键 它是用来解决跨域问题的 我们可以先把它插插裁掉 验证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裁载窗帮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好修载好这些配置之后 大家可以把整个项目仓库 推送到Data上 但是注意像这种你编写好的真实的数据库地址 或者有一些账号密码 隐私类的文件 一定不要把它提交到公开仓库 所以我建议大家专门针对项目上线的版本 建一个private私有仓库 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密码 经常有同学这么干 由于我们本次项目使用容器平台部署 我们必须要在项目的根本录下放一个Data file文件 Data file它就类似于一个脚本文件 就可以用于指定我们如何构建出来一个运行项目的容器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脚本什么main文 package 就跟我们自己部署枪命令是一样的 那我这里已经给大家提供好了Data file 大家直接拿来用 还是比较贴心的吧 好修载完项目并且准备好Data file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微信用托转平台进行部署 首先需要开通环境 然后新建一个服务 服务名称就叫于达达bytrend 开启公网访问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服务配置页面 首先就是要选择我们要部署的代码 那这里由于已经把代码提交到Gtop仓库了 可以直接搜索 然后选择你要部署的分支 然后注意这个端口一定要和你后端实际上线的端口保持一致 否则肯定会报错 那我这里是8101 然后高级设置中我们需要指定构件容器镜像所需要的Data file的路径 那对于我们这里啊 就是于达达bytrend这个目录 然后点击发布 现在容器平台就在根据Data file帮我们打包构件镜像 构件完成后还会自动启动 那我们可以喝杯茶杯慢慢等待 好 现在已经部署成功 我们就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中网域名来测试访问项目了 只要能看到404notafund就表示你的后端其实已经部署成功了 那如果部署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大家要认真的去查看一下部署日志 90%的同学部署有问题 要么就是端筹写错了 要么就是有一些依赖的地址写错了 或者依赖无法访问 自己排查一下就好了 那为了帮大家正好地解决bug 我在编程导航上也写了一本免费的程序员bug修复手册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提升一下自己解决bug的能力 以后做项目就会行云流水 那除了部署服务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云头短胎提供了在线调试啊 运行日志的查看啊 服务的监控啊 还有流水线部署等等的功能 好 后端部署完成之后 我们来学习前端部署 那首先打开圆码中的前端项目 我们要修改一下request.ts 这样一个全局请求配置的文件 我们需要先判断一下当前运行项目的环境 是开发环境还是线上生产环境 那如果是线上环境 我们要把它改成实际后端的访问地址 也就是我们刚刚后端部署后得到的公网域名 修改完后我们要提交一下前端代码 把它推送到自己远程的getup仓库 好 然后我们打开Warsel部署平台 注册登录账号后 我们可以选择导入一个项目 这里我们就搜索要部署的项目 直接import 然后进入项目配置页面 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下前端项目所在的目录 选择frontend 平台会自动识别出来 这是一个will项目 并且自动给你准备了安装依赖 打包固件的命令 我们一般选择下不用修改 还可以自己配置一些环境变量 我们这里啥都不改 直接点击部署 然后就可以喝杯咖啡 好 稍等片刻 部署就成功了 可以看到 这个特效做的真的很不错 有点激动 部署成功后 我们可以看到Warsel为我们生成了默认的域名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域名进行访问 它也是https的 好 现在可以看到前端项目也完成了部署 其实在本期视频较成的开头 我提了一个点 说我们前到后当用不同的域名去部署 肯定会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试一试呗 对吧 点击登录 我现在直接登录 好 登录成功 但是登录成功之后 为什么右上角还是登录呢 这就证明我们的登录流程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排查分析这种问题 我们IF12打开网络控制台 然后点击登录 我们再重新执行一遍登录流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登录调用的接口 我们看到响应标头中有一个黄色感叹号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就说你的这个Cookey啊 它跨站了 当你的前端域名和后端请求的地址 不同的时候就会出现Cookey跨站 默认是不会重上Cookey的 那Cookey又是我们用来在前端和服务器 也就是后端之间进行用户追踪的一个凭证 那Cookey设置不上自然就没有办法获取到用户已登录的状态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浏览器里面也给咱提示了 我们只需要在后端加上两行重Cookey的配置 一个是SameSite等于Num 表示我允许你跨语 另外一个是开启安全模式 大家要注意指定这行配置后 你的后端必须要使用https地址来访问 如果你没有https证书 那这种解决跨语的方式就不适合你 那之前我也给大家分享过 用NGX转发解决跨语的方式 大家也一定要学习一下 我再重新提交更新一下代码 把代码推送到这tump 然后我们回到后端微信云托转平台 大家注意看 这个时候平台就自动触发了 我们后端项目的流水线的部署 这也是我们使用云托转平台的一个优点了 那接下来稍等片刻 我们整个项目就能够部署完成了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那我也反复跟大家强调 在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想增加你的求职竞争力 一方面是要多做项目 那这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一下 我全程直播手把手 带大家做的原创项目教程系列 在我们的编程导航平台就能获取到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项目一定要上线 一定要提供可访问的地址 其实它并不复杂 就花着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它上线了 何乐而不为呢 好吧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有帮助 也希望能给一批一个点赞收藏投币一键三连 然后大家如果想看我分享哪方面的内容 或者哪方面的项目 然后可以在评论区多多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